然後是滿意的任務要打這兩個 好像可以拿到四桌星羽吧 來不及了 好 大家都看到了啦 好 四桌星羽拿到了 哭了老命 無目不敢了 說 你們兩個鬼鬼祟祟的在這邊幹什麼 有人叫我們鎖在這 那二人谷的不能自由進出 還有那買賣冰冷的戶具傷的 也不能進二人谷 那是誰叫我們所在這裡 是昆倫派的人 他們喜歡封鎖惡人谷 喔 昆倫派為什麼要封鎖惡人谷啊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只是拿著錢的 替人消災 你們兩個鬼祟祟 就要幹哪邊的錢才動刀子到老子頭上 我們不知道會碰到血緣大哥啊 還有小千里姑娘 能撈命啊 煩死人了 快給我滾吧 呃 丟些不少者 就此別過 喵啊 昆倫派 賢得沒死幹 都老金的二人谷頭上去啦 要上上去 心思問罪嗎 去昆倫派往往沒問題 不過正式也該辦 那 我們先逛逛戰海村 等會再做決定吧 神馬大叔 小月零賞來了 零賞 不錯 我已經查到你的貨員 是被昆倫傷給斷了 三萬兩的武器防具 快來來 你幫我查到出來 我是很感謝 不過你也知道 我貨員都斷了 哪裡還有三萬兩的貨人叫 神馬大叔 你這麼說的不對啊 就算沒貨了 錢 總是有的吧 當然是有 不過你查到原因 不算解決這次 我照樣沒辦法好好做生意 只能給你一萬五千兩 你就被再和我過不去啦 勉強湊合這用也行 誒 龍泉寶劍 怎麼感覺很強 好 先買一把 他只賣武器喔 桃花的模組應該沒變吧 桃花 小月兒 你好久沒來我這了 我想死你了 好久 好久都沒有來我這裏 很親熱嘛 喂喂喂喂 吃吃點好嗎 聽到沒有 開什麼玩笑 小月兒是在說你耶 各位老子弟 老子走回你大象 難免還沒看過比小月更受 歡愛你的家夥 好桃花 你可知道 龔能派為何要派人守在這 攔解通往二人谷的商女 好桃花 哼 太可惡了 龔能派 這件事情問對人啊 那我這件上下山平反 還約了一些請他門派的門人弟子 好像有什麼大動作呢 那你還看到什麼 哼 有幾個山的 被他們綁得像是祭品似的 帶他上去啦 還有呢 就這些啦 那就夠了 好啊 謝謝啦 討厭 問完我就跑了 下次別再 別再想找我問情報 那不然欸 那不然 問完就走不然欸 不然欸 喔 終身在追上啦 怎麼是那麼趕啊 人間三何的分手啊 能不可能是偷偷跑來藥解藥啊 不是啊 哦 是上位老佗 突然 slow 四夜南天 夜南天 夜南天怎麼樣啊 夜南天逃走了 萬神医也失蹤了 什麼 燕伯伯和萬神医出國了 你們出國後沒幾天 萬神医家封了起來 初始大家以為萬神医要做什麼藥草 一時還不會以為 幾天過去大馬還是伸鎖著 塗鷲都等著覺得不太對勁 開門去探 才發現萬神医和那藥罐子都不見了 這時我才知道 那藥罐子就傳出了夜南天 你們沒去找他嗎 大家一開始換了手腳 怕被夜南天報復 許多人想逃出谷 卻被毒殺老大喝醋 他醒到夜南天若是功力已赴 早就來報仇 一旦想清楚後 重能又分10來去呢 把整座谷都收遍了 卻連夜南天的鬼影子都沒見到 這麼說來 夜南天和萬神医都幫出谷去了 貴人的結論也是這樣 想到夜南天出谷後 萬神医替他智商 也許幾天後功力就恢復了 大家忍忍自問 沒有人在趕在谷裡 紛紛逃出谷來 那老杜 土小小 哈哈 他們又出谷了嗎 幾乎全出谷去了 只有三個老頭年紀大了 不想再動 和少部分的人 留在谷裡 其他人都閃了 那你又何必這幫辛苦追上我們 和人間三個的名頭不符喔 其他兩個人呢 我們三個當然是交不禮貌 夢不禮交的走在一起 到戰海中 有人問我們是二輪谷出來的 苦命我回來稍晚一點 各方都動起手來 那之後呢 我 我跑得比較快 不太清楚耶 我就說為什麼就你一個人跑出來 人間三個最後留的就是你 連被追殺都跑得掉 一個 你是在誇我嗎 去你的 只有你會以為別人在誇你 苦命和上地龍雖然是個大廢物 但好歉是我圖利 這件事不能不管 怎麼樣小小弟 我打趕一場嗎 我也好久沒有活動活動金骨了 小月兒 母客去吧 嗯 這個嘛 那兩個小混蛋是該救 可是說救救救救 會不會有失我小魔星的身份 嗯 有辦法了 我本來想回二人谷去 順便救那兩個蠢蛋就交代過去了 還有 這些人這幫大工作 搜捕二人谷出來的人 事情恐怕不簡單 只得回去 只得回去看看 咳咳 如果路上碰見苦命和上地龍 我們就順手幫他們一下吧 主要還是回二人看看其他人的狀況為師 還有 童心 你乖愛站在這 不要想斷這少女的念頭 免得我回來替你收屍 像他這樣的材料又是敢碰我 一鞭子打死他 嗯 我會很乖的 小老弟 怎麼說是怎麼做 咱們快走吧 怎樣 Mr 喂 很老命啊 我不是從二人谷出來 這捂獎啊 我不是從二人谷裡出來的 難道是從善能谷出來的啊 一個...小一個... 還有圖鬼跟小仙女 現在不怕我了 看到你們真好 我躲到好幾天了 你們真的已經死定了 現在我們都碰見了這裡 真好 是賊肯供惡人滾腦筋 小朋友 你知道嗎 聽說這些人可能是昆仁派的 還有一些無門無敗的人 我瞞著 我瞞著逃兵 幹嘛沒有去注意那些人 是南門南派的 昆仁派 他們為了是什麼 沒有道理啊 小月兒不要太傷腦筋 我們上上昆仁山去 就跟他們展門未清楚就好了 小仙女的婆婆脾氣還真難感 我們天下居然沒能比過 那張地龍呢 如果他在張海珍就照了散啊 以後就沒看到他了 那些人大陸就在張海珍一旦 可不然他老子都被抓走了 哥 老子弟 要走一趟張海珍囉 我們沒空理你 那個色秘密的童心 現在人在春月囉 你過去好像錯誘對吧 小雨哥 謝謝你們博光 謝謝你 那我先走了 謝謝你們的救命之恆 那當然是到張海村去看一看啦 又是你們 是個惡鬼鬼 宣傳三光 就是他們 還有惡婆娘 小仙女戰情 嘿嘿嘿 又是你們兩個 哥老子弟 你們兩個活得不耐煩啦 啊 小仙女 惡鬼鬼 我們找搬手來了 這次不怕你們了 我們要報上次的一劍之仇 你怕了吧 這兩個蠢蛋 那找我甩脫上傻瓜來 這麼行見 我怎麼看都覺得 很像惡人骨那 三個不成才的傢伙 宣傳大哥 這次 我們不用讓他客氣了吧 嘿嘿嘿 那當然啊 所以小朋友很快就知道 我為什麼明年十大惡人啊 直接給他們死啦 嘿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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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覺得他們很弱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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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過了吧 進張阿春找張蒂龍吧 這張蒂龍在哪裡 欸他在桃花帳篷裡面喔 我 不 想 和 你 說 話 哪有這般容易 鐵 仙 藍 這張沒笑啦 我已經知道他是女的了 這張沒笑換一張 哎呦 肚子好疼啊 你 沒事吧 不是騙我的吧 哼哼 我真的桃花帥賭 本以為沒什麼了不起 沒想到這般難受 那 那我可以幫 幫什麼忙嗎 高 告訴我怎麼往桃花上去 就可以找到解藥了 作戰海村 晚上他走就對了 你能走嗎 謝啦 我可以走 臭小玉兒 你最討厭的 滾出去 咦 那張地龍咧 咦沒看到張地龍嗎 這裡 咦 哦 對不起 我還以為是 普通的對話而已 結果好像蠻重要的 不覺得 好 對不對 這樣 道具店這個吧 誒 阿不是會打 打架嗎 所以我們被打架了 就這一個 你們可是從惡人谷出來的 也差不多算是吧 哼 竟然是惡人谷出來的 那就怪怪訴求就請吧 來 試試看喔 可是打他會有傷嗎 沒什麼差 嗯 什麼東西都沒有 呃 老小人一命 我也告訴你一個祕密 反正你狗命不值錢 快說吧 我們最多三個可能是惡人谷人了 聽說昆仁怎麼會簽證審問他們 嗯 事態謹記 現在昆仁山 還是簽為惡人谷 欸 三位 這消息可以嗎 可以了 過你的蛋吧 好 走 好 走 就這樣 昆仁 喂 誰是昆仁山 不是昆仁弟子 不可勝勝 你們就不是昆仁弟子啊 我 我們是昆仁派的朋友 當然不算 再不下山 我們就不客氣了 可惜我非得勝勝不可 好 看 看李林珠 看 看李林珠 喔 昆仁山光的攻擊力怎麼這麼多啊 好,一路殺上去是不是 這三個人是 都是側面扣,是見性 沒錯,女孩子的臉我最清楚 這個我就沒看過 女孩子的臉最清楚 金變臺 為什麼宣言相關的攻擊招式這麼弱啊 這樣合理嗎 師父,又有人傳過啊師父 哼,弟子這樣沒打 我看師父也不會好到哪裏去 有打沒打 等我拿來喝多一度就知道了 不要啦 用鞭子抽看 會比較準 先問問虛勢 三位上床我昆仁派 不知有何用意 哈哈哈哈,真好笑 這昆仁山是你家的嗎 我要上山觀景就觀景 踩藥就踩藥 哪說上什麼上床 臭小鬼 舌頭挺膩的 那就算這是物體 你殺傷我們的人 這可不假 還有什麼理由好說的嗎 這種說法更好笑 我們才上昆仁山 就有幾個土匪想打劫我們 被我們一一打發了 還沒報官府讓兵去 難道你一直是那些 土匪是你空人派的人 呃,啊 不是 可,可惡啊 強此奪禮 我想也是嘛 空人派也是有頭有眼的人物 這麼大派 怎麼會做出這種見不得人的事 一定是我誤會的 小小年紀就立嘴堅舌的 若再不到處來意的話 是我會下令主客 哼 幹嘛 這小事不太好對付 不要意外摘了 張地龍 呦,小魚哥 你是上傳別人的門派 所以才被捉到這的人啊 不是 我能不能打一樣 我想也是 那麼你是主動出手上的人 所以被捉到這嗎 不是啊 我跟差距很 那麼 那空人派展門 你說說看 是因為什麼理由 把這位善鳥無辜 純情又可憐的少年 做到這裡來的 給我的交代吧 上當了 原來惡人骨裡人這麼難對付 難怪我不當少年和俄門不肯 參加圍剿惡人骨的計劃 原來他們早知道惡人骨不好對付 我還以為撿到便宜 可以解釋 發揚昆仑派的衛免 把三大派的名頭給打下去 喂 你們回問過來了沒有 關你回答有問題啊 電影說 惡人骨還有許多成名的大魔頭 這少年已經古怪自己 那些魔頭機會更可怕 趁現在思想沒鬧打 快去搜手 是 這位少侠莫怪 這完全是異常誤會 我們現在就讓張少侠離去 不再騷擾各位 怎麼大人 這麼說來 你也承認是騷擾囉 是是是 是壁牌不好 我連一約束門下中了不得再犯 不會再給各位填麻煩 聽你的說來還有幾分的誠意 好吧 我又是你們的昆仑派 記得除了門人弟子外 那些不是昆仑派的土匪 也要約束一下 是是是 我們會注意的 這位的便宜還蠻乖 氣死我眼 張地龍 哈發什麼嫩 跟我回去 嗯 你也學下了一個 小月兒 這樣不好玩啦 那是整門怪的像卡果似的 根本打不起來 怎麼拿冰的事啊 是啊 我換傢伙這麼久 還沒見到一派咱們人 都要後備這番公公經滴滴 傳出去別人也不會相信 你們別當真啊 惡人骨裡現在頭差不多 那裡 人真打當然又虎的 不然誰沒好處 嘿嘿 你說的都有理 我愈來愈服一座小魔星啊 上地龍 你就被跟過來了 童星和苦滅兒現在應該在春月樓 去找他們吧 現在不會有人找麻煩的 你小魚哥 這張天龍真是謝謝你啊 呵呵呵 什麼 那表現以前不是真心的喔 啊啊沒有沒有 我說錯話了 小魚哥再見 哈哈哈哈 小皮子真很好玩啊 我們回二郎谷看看吧 好回到他 唉唷 再跟他掌門對的話 太嘲傷了 呵呵 天上雪道 喔天上雪道這邊可以打到消耗邊法 黃眼 黃眼 喔這邊RODY蠻重的喔 蠻久的 飛仙卷 過程遺址 小魚哥 小魚哥 老頭子 你還好嗎 不成啦 人老無中用 因為夜南天要來 我也不想跑了 要就是命一條罷了 經理妹子 你怎麼要和圖姑姑一起呢 姑姑說 稍微老頭一個人不好受 讓我游下來陪他 還說那夜南天回來 也不會傷害我 原來是這樣啊 原來我是不會生己無辜的 但是困難判裡的人可不一定 你們回來做得好 我這種藥是拜託你們 拜託 老爺子 你怎麼很有這個詞 應該是委託吧 要付費的喔 行 咱們辦成這件事 我什麼假蛋都可以拿去 抱你絕不吃虧 老爺子真爽快 我小魚就聽你跑腿吧 精靈啊 我腰又疼了 你幫我去特上拿點藥來吧 好 我一不放心之精靈這個孩子 要不哪天我老頭子歸心 徒佼佼又出不去了 我怕他受欺負 而且沒人陪他 那老爺子你的意思是 我想拿小區 就能照顧精靈的 大概是最後你了 開什麼玩笑 張青一個 頭一個就不會答應 老頭子昏了 哼 我知道我知道 你適合 但不合適 所以我在想 一個人不行 三個人會好些吧 所以 我要你們把 庫滅兒那三個小魚帶來 帶精靈出去 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不對啊老頭子 那三個跟著精靈 才不能正常生活吧 三個老頭人還創業獨具 居然找那個上個大廢物 不過仔細想想 那三個傢伙 一樣是有嘴無膽 沒這個做過什麼 壞事的膽小鬼 也不是不能考慮的 那三個小屁子 讓忽然死者 哈哈哈哈 真是有趣啊 就是這樣 你們找到那三個人 將不回來苦裡 我這半生都能建議財寶 就是你們的了 好啊 這般有狀頭的事 我不接都活生不對勁 經理妹子有人照顧我也高興 何況老頭子這些年來 實在弄到不少好獲勝 不難會對不起自己 那就這麼說定 走到人間三惡 將我回二人谷 再回來我這拿贏貨 喂 看到我不過來迎接嗎 小魚哥 小魚哥好 魚哥有沒有找到新的妹妹啊 魚見面都問妹妹 你時間還沒改啊 唉開玩笑了 魚哥沒當真啊 你們三個聽好 我要你們去辦一件事 這件事一定會喜歡的 不會很困難吧 魚哥這裡不是二人谷 不要再捉弄我們啦 唉呃對阿 你聽說我們會喜歡的 我們就下了辦事 看一看這隻傷害的小朋友 以前被你撞得很慘 怕是這樣 現在我們也欣賞狐狸們 只不過叫我們回二人谷一道 去把味精給帶出谷了 好好的保護他們 欸 叫我們保護他 你一個人說我反話嗎 我們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個大色狼 魚..一個 當真啊 賀人谷你跑了跑了逃了逃 哪裡還有依靠的 當然咱們這樣青年才去 十大楷模 這樣保護天真可愛的少女啊 嗯 魚哥 你果然選對人啊 不要小看我啊 我有時候也是很君子的 我們會保護衛家妹子的 很好很好 上輪老頭果然沒有看錯人 我們先回賀人谷找老頭子 再護衝未經理出谷 如果我有機會 也會回去看看的 欸小魚哥 那我們先走了 沒有人能傷害未經病 你知道 魚哥再見 就交給我們吧 好就這樣 小魚兒真有你的 你這個傷個小鬼關愛的聽話 真不簡單 誰叫我是天下的 聰明人嗎 老頭哪裡去了 該不是躲爆手去了吧 難得這這麼爽快 原來找有慾謀 小魚哥 買斗花吧 你知道老頭子去哪了嗎 他已經不在了 小魚哥 買斗花吧 你知道老頭子去哪了嗎 現在都沒生意了 慢點 我知道 駝子不在了 才問你他去哪了 小魚哥怎麼不聽不明白 他被爺王招去啦 善外老頭子 終於叫賀龜心 那人間傷痕已經把未經理帶走了嗎 他們走後不久 老頭才死的 你這看起來很安詳 只是刻在你的鐵燒 鐵燒走變得很暴躁 說好別去惹他 他喜歡的人 為了未經理安詳死去 他當然氣壞 我知道了 買斗花吧 我看你也趁早離開吧 結果你還是沒買花 善外老頭那天殺的混蛋 混賬 他用力掃 掃手可是都掃不斷了 大神 你知道圖子的寶物放哪了嗎 我早知道你會回來拿報酬 隨時拿著 這些辨識 那都太早 金錢萬兩 一本破書 雲虛非渡工 這不是偽戀 破鞭 破鞭 使徒怎麼禁留一些不合我意的 難怪他那麼爽快的群 收群給我 一瓶藥 哇還可以接受 一些藥丸 嘿 這是幾品 沒了 謝啦 誒 不是我怎麼禍府相依 沒這麼少吧 托子寶物 你不會每樣都喜歡吧 等等 留幾樣給大神難道不成 原來是想留著自己製作紀念 撒到老頭眼光不差 留下的絕費用品 怎麼都看一眼 大神被他小氣 給小魚看一眼就好 誰不知道給你看 肯定收破壞 可是 嘿 算了 給你吧 大神沒你 不過 還有吧 沒了 你真是貪心 托子寶物 醫生繼續這些 叫我怎麼相信 哼 人家三個帶 未經那丫頭走著 各個大把小包 他們是怎樣的痞子 你讓他不知道 未經給我上的帶 果然還是不行 誒等等 不對 這種事也只鐵哨手氣成這樣 看樣子 托子把他半身 過激給未經你了 這樣也好 又保護起來 麻煩得緊 好 那這個保護是甚麼 這是事件道具嗎 真的 未經好像沒有拿過這個 好 誒 小弟 你也來啦 是 大哥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誒 這說是大哥的個性 要改一改 否則早晚要吃虧了 那是因為木屋鄉的姑娘 你 就是家小魚嗎 是啊 那好 我們再來早餐去 哇 這個身材 這個 這個身材 這個 這個身材 九姑娘並不想回去 老太太也不會答應的 老太太希望生日那天要湊 湊成十犬之術 還會以公開招心的方式 對九妹和七妹招心呢 我也要 不行 我不讓九姑娘走 大哥 何必呢 讓九姑娘離開是有好處的 為什麼 哪有這樣的事 你想想 現在我們在一起 姑娘愛意很深 但是 那阿彼得上 讓木屋九姑娘回去後 兩地相似的情深 用距離來證明愛的力量 然後再去木屋私家迎娶她 木屋九姑娘 才會相信你是真的愛她 不是嗎 說得真好啊 我願意回去了 然後黑蜘蛛也來參加招親 也可以通過眾多困難的考驗 光榮的迎娶我 呵呵呵 這樣夠有趣 我喜歡 會不會太難啊 哼 這點成功 如果還失敗 那有什麼意思 唯有高難路的挑戰 才有青米的愛情故事啊 大哥 抱歉啦 哈哈 小魚兒 你說得很精彩 我也想要試一試 你別開玩笑 那是說給黑蜘蛛聽的 哼 你五公比不上黑蜘蛛嗎 有準華城會比不上嗎 我才不相信 我現在要回木樓山莊 如果你說什麼距離 可以證明愛情的力量是真的 就當木樓山莊來找我 通過那些無聊的考驗 就可以取到我了 如果你不肯來 那就表示剛剛說的就是鬼話 啊 錯了太多 只是想網路一下黑蜘蛛 沒想到連張先生認真起來了 好了 現在人都到齊 我們就回山莊去吧 黑蜘蛛 記得要身受重傷 用盡方法後 再通過考驗 那樣才淒美啊 小魚兒 你記得要來喔 否則人家一輩子會恨死你 還有 你一定要去找人間商 帶著衛經理 是是是 三位都有興趣 請他十點後來木樓山莊 參加公開招親 九姑娘你等著 我馬上會救你出來的 瘋了 什麼鬼扯個兩句 跑出這麼多問題出來 下次說話要小心點 我要走了 先告訴我們一件消息 左六位在移山的方向 我來念功 居然有人親功比我更好 這人居然下午在念20年 或許我機會可以追上他 真是氣死人 童先生 母夫人 沒聽過這兩個人沒有名字嗎 反正我只是警告沒想 碰上這兩個人要小心點 再見了 格勞之力 人走得金光 我們接下來上哪去 如果可能 我想先探探一幻吹牛 和燕伯伯的消息 那咱們去移昌可好 喔 為什麼要去移昌呢 我後面摸骰子 章情一招 我一會兒忍不住了 好了好了 待會兒移昌就放你一馬 現在先辦正事 張小月的人間商 帶著衛精靈後 只要開始尋找他最親的親的 燕南天 和萬野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也可以掃一下就算者QR Code可以加入大師的LINE社群 那記得追蹤我們IG FB還有Twitch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新角色專家2 江小玉的路線的劇情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